有人说,当一个喜欢你的人不再主动了,一定是寒心了。 当一个关心你的人不再问候了,一定是伤心了。 都说一个人的改变是从失望开始的。 若你变了,那我就淡了。 若你淡了,那我就算了。 若你算了,那我就忘了。 过去,我总对我在乎的人好。 现在,我只对在乎我的人好。 请不要说我变了,因为我没变。 我只是学会了用你对我的方式去对待你而已。 你兰昆德说过,遇见是两个人的事情,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。 茶阴不细而两,人阴不细而散。 珍惜这个词之所以显得重要和可贵,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可以珍惜第二次的。 一旦错过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 拥有时不珍惜,失去后就会可惜。 感情就像是一座天平,你若是真心实意,别人自然会回馈于你真心。 你若是虚情假意,别人自然也不会真心待你。 人心不是一天一天变凉的。 如果我变冷漠了,请记得,我曾经也被你冷落过。 是你的不珍惜,才让我知道。 一味地委屈求全,换不来真心实意,只会被当成以所应当。 谢谢你的不珍惜,让我学会了放弃。 看过一段话说,人啊,无论外表看起来有多像一个大人,但内心始终住着一个孩子。 你不必在意其他人的目光,可以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。 哪怕偶尔任性一点,都会得到身边人的包容。 生而为人,我们都是孤独而又脆弱的。 被人欺负时,咬着嘴唇,没哭。 被人误会时,把持沉默,没解释。 可是熬过难关后,见到亲近的人,听到一句安慰的软语,却会忍不住哇一声哭出来。 因为你自己知道,你不是想坚强,而是态度的时候不得不坚强。 只有在真正在乎你的人面前,才能卸下伪装,做自己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你看到别人的一面,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 所以你羡慕别人的风光无限,羡慕别人的成功人生。 但你看不到风光下面的狼狈,看不到成功背后的眼泪。 我们要记得自己的强大,更记得自己的脆弱。 其实我们也不用一直坚强,勇敢承认,面对自己的脆弱。 或许大哭一场,才能够更坚强地抵抗乱糟糟的生活。 最难能可贵的爱,就是一个本身坚强的人,却遇见了一个让他不需要再坚强的人。 愿每个人都能在爱与被爱中,度过这漫长且温柔的一生。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有这样一句话。 一个人如果没有时间,那是因为他不想有时间。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,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。 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,那是因为他不想在乎你。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 同样的,你也患不醒一个在感情上心不在焉。 总是以忙为借口,忽视你的人。 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儿,他的心就在哪儿。 回一条信息,只要一分钟。 接个电话,也可以用三分钟把思念说完。 在任何时候,忙都不该是不够爱一个人的借口。 他今天不想放下手头的事情陪你,那么以后也肯定不会把你排在优先考虑的位置。 忙与不忙,完全看他尚不尚心。 尚心的话,再忙都会为你有空。 不尚心,忙就是敷衍你的借口。 当你需要为他不断地去找理由来安慰自己的时候,他可能再忙,可能是忽略了你的消息,可能是心情不好。 但是最可能的,就是他不够喜欢你。 比我爱你更动听的情话,是,我很忙,但我愿意为你有空。 让你花时间做的事,一定要有意义。 为你花时间的人,一定要珍惜。 余生很贵,却爱一个对你有空的人。 有人说,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删除了,并不代表你对我不再重要,而是我怕自己越陷越深。 我知道,忘记你很难,但我决定试试。 因为我明白,无论对谁太过热情,都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。 只有你值得,我才会心甘情愿。 很多时候,以为只要付出真心,就能换来别人的珍惜。 自以为情比金尖的感情,在面对利益时,却瞬间崩塌瓦解。 付出得不到珍惜,耗完了耐心,暂够了失望。 剩下的,只有离开了。 人一旦寒了心,再多的道歉和后悔,都挽不回最初的那颗心。 以后那些短暂又不诚恳地喜欢,你不如不要跟我表达。 玛格丽特在《飘》中说,不要为那些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的人,而浪费你的时间。 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。 人生很短,不妨好好爱自己。 那些能轻易失去的人,本就不属于你,不必太过悲伤。 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安全感,能给你安全感的,只有你自己。 能治愈一个人的,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淡然。 我始终相信,世间所有安排,都有它的理由。 试之东鱼,收之桑鱼。 当你离开那个错的人后,一定会有一个对的人出现。 宠你万分,懂你所有的苦,心疼你所受过的伤。 前路漫漫,不必慌张。 冷戴和错过,都是必经之路。 愿你能理直气壮地,接受别人的喜欢。 永远不需要担心这份喜欢。 有期限。 一书说,我们日常所犯最大的错误,是对陌生人太客气,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。 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,天下太平。 似乎,我们总习惯把坏情绪留给最亲近的人。 反而对普通朋友,陌生人更彬彬有礼。 都说,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。 可我们忘了,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爱,但从没一种爱,是理所当然。 我们总是习惯对陌生人很客气,却对家人发脾气。 因为这些足够爱你的人,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,让你觉得无论怎么胡闹,他们都不会离开。 可是再温柔的人也会疲惫,在深厚的爱也会被失望碾碎。 如果你一直对亲近的人发脾气,那么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。 安妮宝贝说,高级的感情最终形成精神和意识,低级的感情只能沦为脾气和情绪。 不对亲近的人发脾气,是一种修养。 任何关系的好坏,都取决于修养的高低。 能做到亲密而不失分寸,熟络而不失尊重,果断而不失温和。 对越是亲近的人越是脾气好,就是一个极有教养的人。 爱是宽容,但不意味着我们借此一味索取。 爱是忍耐,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借此肆意妄为。 余生,请把你最好的一面留给最爱的人。 沈从文在《编程》中说,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,结果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。 就像我们这一生会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,有相逢也有告别。 人生无常,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,都是命运的安排。 但无论怎样,我都想说,你陪我一诚,我念你一声。 时光匆匆,大家都被生活推着,不得不往前走。 曾经熟悉的背影,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陌生。 昔日无话不说的朋友,不知不觉一个本东西。 这一年,好多人忘记好多人,好多人代替好多人。 有的人,因为缘分相遇,相识,相守一生。 有些人,因为缘境,成为彼此生命的匆匆过客。 留下的人,相知相守,有幸陪伴,一生一世。 离去的人,陪我们一成后,纵有千斑不舍,也会离开。 村上春树说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。 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,但它一直在那里,总会在那里。 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在相逢。 既是注定,何须执着。 坦然面对,如此便好。 我不后悔认识你,不遗憾你离开。 我没有很刻意地去想念你,因为我知道,遇到了就应该感恩。 路过了就需要释怀。 缘分天注定,无论是携手到老,还是中途分道扬镳。 既然有幸能相遇,即是缘,结局如何,林交给上天安排。 很高兴你能来,哪怕以后的路没办法在一起走。 还是会祝你过得好。 愿你我相逢时,你眼里依旧星辰闪烁。 笑里全是坦荡。 土蕾曾说,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,一旦她适应了,也就不再需要你了。 因为人一旦有了隔阂,就真的走不近了。 所有的热情都会在等待和伤害中消耗殆尽。 心一旦凉透了,就再也雾不热了。 人一旦失望了,就再也找不回了。 没有人是生来就无情的,只是经历并看到了太多自己不想看到的, 而选择关上自己的某扇门。 从此不再轻易地对谁真心,也不再主动误惹某段关系。 破碎的东西再怎么修补,都会裂缝。 无论对方以后是否懂得珍惜和悔改,都会宁愿错过。 就像张小贤说的那样, 世上最奇绝的事,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,互不相识。 忽然有一天相爱,距离变得很近, 然后有一天,不再相爱了。 本来很近的两个人,变得很远,甚至比以前更远。 人生在世,交人难交心。 很多时候,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真心的可贵。 走不通的路就回头, 按而不得的人,就放手。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,就适可而止。 人生如逆旅, 别再为了不值得的人,劳心费神。 就好好做自己吧, 不用担心谁会不喜欢。 快乐和安全感,自己也能给。 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话, 不用为故事下吻签卦。 决定忘记的人,就不要再相见。 执着不是好事, 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, 就该坦然松手了。 你应该让自己变好, 而不是沉寂在这段不闻不问的日子里。 也愿你从此以后, 竭尽所能爱自己, 不再跋山涉水, 追逐任何人。 在爱的艺术里, 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 如果有一位女士对我们说她很爱花, 可是我们却发现她忘记教花, 我们就不会相信她说的话。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如此。 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, 而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。 一个人说得再动听, 若是没有任何时机行动, 也不见得有多喜欢。 要知道, 人对于喜欢的人会永远主动, 不仅会及时回忆你的消息, 更会对你抱有热情。 当一个人不再主动联系你, 开始对你复原了事, 你就要明白预备着离开。 没有人会突然消失, 大家都只跟自己想念的人联系。 冷落你, 说明已经有人代替你了。 感情就像是一个天平, 需要两个人共同相守, 维持, 才不至于失衡。 一壶滚烫的开水, 放久了也会变凉。 再主动地讨好, 也经不起冷落与折磨。 再好的感情, 若是得不到对方的珍惜与回应, 也会变得冷淡。 一个人的努力, 改变不了两个人的关系。 对于一个不需要你的人来说, 你无论怎样对他好, 在他眼里都是打扰。 就像绿灯再长, 对于一个不过马路的人, 也没用。 老天让你结束一段关系, 并不是关闭了你的幸福大门, 而是连老天都心疼你, 让你解脱。 然后, 再安排一个视你如命的人, 来到你身边。 愿你一个人时, 专注自己, 有人爱时, 有能力拥抱彼此。 也愿你一生努力, 一生被爱, 得不到的都能释怀。 常听人说, 成年人的世界, 都是把崩溃调成了静影, 把微笑当成了面具。 有时候, 心里明明已经溃不成军, 却还要在别人面前, 努力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 越长大越明白, 不是所有的委屈都能说出口。 有些心事, 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承受。 因为想看你笑话的人, 永远比在乎你的人多。 素苦, 从来都是越素越苦。 你的委屈, 你的两难, 在别人看来, 可能只是无能的借口。 没人会看到你的焦头烂额, 没人会看到你无力地挣扎, 没人会体谅你内心的纠结和惶恐, 他们只会看到他们自己想看的结果。 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, 有的只是冷暖自知。 有多少人都是这样, 累了, 不说, 痛了, 忍着, 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 习惯了一个人去面对所有难题, 不敢到处宣扬自己的内心, 因为你并不知道, 今天交出的脆弱, 会不会变成明天射向你的箭。 懂你委屈的人, 不用说, 不懂你委屈的人, 说了也无用。 我们该学着做个不动声色的大人, 这不是忍耐, 也不是稳屈, 而是历尽千番后的成熟和自强。 愿你强大到无需宠, 无需疼, 却幸运到依旧有人宠, 有人疼。 张爱玲说, 有些人有很多机会相见的, 却总找借口推托, 相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。 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, 却不在意, 没在乎, 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矮了。 我们总是习惯了得到, 忘记了付出, 习惯了接受, 忘记了珍惜。 因为来得太轻易, 所以不知道人心易散, 世事难料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, 你珍惜我, 我会加倍奉还, 你冷落了我, 我也会慢慢冷落你。 因缘而聚, 也会因缘而散。 没有谁离不开谁, 只有谁不珍惜谁。 有时候一生再见, 便再也不见。 正如一扇不会开的门, 谁也不会再敲。 要知道, 别人的好不是理所应当, 也不是欠你的, 而是因为心里在乎你。 再热的水, 也会有冷下来的一天。 这个世上, 没有来日方长, 只有物是人非, 人走茶凉。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, 得到的就一定要珍惜, 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处等你。 如果有一天, 曾经最爱你的人离开了你, 不是他不在乎了, 而是失望了。 感谢你的不珍惜, 让他终于学会了放弃。 余生不长, 珍惜对你好的人, 因为一旦丢了,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 有人问, 明明两个人互相喜欢着彼此, 为什么还是会走散呢? 有个高赞回答说, 所有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, 当两个人有意见, 有隔阂, 却没有选择主动开口问, 而对方也没主动来解释。 就这样一个不问, 一个不愿说, 一个沉默, 一个不主动。 你以为他会留, 他以为你不会走, 于是, 就在不言不语中, 渐行渐远, 最后变成了彼此的可有可无。 你等他来主动, 他等你来认错, 时间一点点流逝, 都在等着对方先主动, 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, 感情也就变淡了。 大师所望, 然后放弃了这段感情。 作家赵慧曾说, 爱情的世界里, 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, 也是结束的前兆。 要知道, 所有的关系, 如果不去主动维护, 那么终有一天, 会慢慢变淡的。 不要认为感情, 是这世间最温暖的东西。 其实它也有冰冷无情的一天, 再热的心, 经过一次次冷漠后, 也会死心离开。 在热情的人, 一次次失望后, 也会有转身离开的一天。 没有人会突然不爱了。 在夜里掉的每一滴眼泪, 都是爱消失的证据。 从不回复的信息, 一次次被无视的付出, 所有的理所当然, 所有的习以为常, 都让对方彻底死心。 只有小心呵护, 用心经营, 感情才会幸福长久。 趁着岁月未老, 不妨主动一点, 别错过, 更别让自己遗憾。 也愿你所欲皆良人, 所有的付出, 都被珍惜。 曾经听过一段话说, 你要明白, 只有走完必须走的路, 才能过想过的生活。 只有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, 才能拥抱你的诗和远方。 坚强都不是天生的, 而是后天行辰的, 哭的时候没人哄, 从此不再流泪, 难的时候无人帮, 从此不再求人, 都是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难, 才会见天明。 好在总有一天, 你会发现, 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人, 和辗转难眠的事, 都渐渐地, 在记忆里渐渐积了灰, 偶尔想起来的时候, 已经不痛不痒了。 那些让你头疼的泥泞, 那些让你忍住的眼泪, 和那些你以为自己熬不过去的日子, 你终究独自撑下了全部。 因为无处可塑, 无人可依, 会让人变得更加独立, 也许过程不是太好, 但是熬过去就好了。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, 跑得最快的, 不一定能跑到最后。 对待生活的考验, 不赢不惧, 不喜不悲, 很多时候还需要慢慢熬, 才能尝到生活的甜头, 才能活成独当一面的自己。 当你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难, 生活就不会再给你难看。 观观难过, 观观过, 前路漫漫, 一灿灿, 愿你学会坚强, 也愿你始终心向阳光。 大家好, 我是依禅。 有人说, 当你一个人扛下所有, 你就会明白,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, 只有冷暖自知。 这个世界, 没有谁离不开谁, 也没有谁不会离开谁。 立场不同, 经历不同, 关注点也不同, 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。 你的委屈, 崩溃和痛苦, 在别人眼里看来, 只不过是一个故事。 真正能理解的, 只有自己。 没有人会感同身受你的一切, 越是难熬的时候, 越要自我支撑。 一个人的一生中, 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, 这注定是场一个人的战争。 每个人的泪, 都得自己擦干。 就算再苦, 也只能自己扛, 自己才是唯一的靠晒。 有人在网上问, 最难的时候,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? 底下高赞回答说, 其实没有任何技巧, 就只是笨笨地熬。 成年人的世界, 只有不容易和更不容易。 人生, 从来没有迈不过去的山, 也没有渡不过去的河, 更没有克服不了的难。 既然选择了前方, 也只能默默强撑, 勇敢地走下去。 即便脚下是万丈深渊, 走下去也会是前途万里。 人生大起大落, 风雨挫折, 该我们经历的, 一定会经历, 但它也一定会过去。 我们虽然无法决定明天会发生什么, 但却可以选择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 这世上最靠得住的还是你自己, 只有自己才是最后的庇护所。 愿你有足够的底气, 成为自己的避风杆, 纵人生观观难过, 也能豪情万丈, 观观过。 有一句话说, 朋友圈里未必都是好友, 黑名单里都是故人。 有时候,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脆弱。 一个不再联系, 一个不再回复, 就默契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, 连一生告别都没有。 分离本是人生常态, 我们之所以会难过, 无非是因为毫无保留地真心态过, 然后满盘皆输。 有的人, 错过是一身遗憾, 而遇见是一身劫难。 真正难熬的, 不是接受一个人的离开, 而是要去习惯他离开后的日子。 那些仅存在记忆中, 却又无法再有交集的人。 如果能重来, 就别再遇见了吧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 从前我喜欢喝可乐, 但后来我不喜欢了, 我没有错, 可乐也没有错。 世间的每一场相遇, 都是命运的安排。 你总会遇见一个人, 让你不求回报, 不计得失, 只为在最好的年纪, 与他相识一场。 纵使后来分开, 也无关乎对错。 也许只是时间不对, 或早或晚, 我们都要跟对方说一句再见。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, 能是有回忆, 情被珍惜。 该放的放, 该忘的忘。 温柔留给懂你的人, 温柔才不会白费, 付出留给值得的人, 付出才会有回音。 往事不回头, 余生不将就。